油價往上串新高 對一些學生組來說 他的這個負擔又增加了 四月份其實根據我們主計處 公布的這個數字來說 它是2% 每個月支出8萬塊的家庭 增加了1584塊 將來畢業面對一個悲哀的狀況 低心化又要悲哉 找工作膝蓋就軟半井 大學畢業再出來做 你損失120萬 大專畢業生 畢業後五年之內 年腳所得稅 我們大學畢業生大概 以我們現行規定 今晚新組的國民大會 我們講完 開始 vaan 廢業後 到語音